大家好,我是宫北施老师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冲耕 我们今天就来到一个农家大院 农家大院的冲耕和绿化搞得非常好 现在看一下 看这农家小院 现在这是春天到了 天气温暖了 阳光出来了 看这小地儿熟悉的 多好 这地熟悉出来了 又有绿色了 走,咱们去军院看看 看这到边的树 就发芽了 花也出来了 这是什么花呀 这是阴的树枣啊 你看小花正向开放了 没人交到上面的影响 也完全在供出的地面 农家小院 农家大院的 不能说小院的 你看就这老太太 多能干活 一个人 整这么大个院 他在地上有绿色了 这泼不丁 都说泼不丁是好东西 但是你看这大泼不丁 这都拱出地面的 放在这里都出来了 绑上了 今天没养猪啊 还在考虑呢 看这果树发芽了 这点地儿已经熟出来了 春天呢,把地儿熟出来了 夏天秋天的收获还会远吗 不会远 他家的果子好湿 这些地方你看土也好 这又捡这么多啊 这一天能下多少个 这次绿皮鸡蛋 这次绿皮的 下雨天鸡蛋买的 这一天能捡多少个 哎呀妈 这几天天冷 都能捡十了个 一番耕耘 一番收获 一个单身的60多岁的老太太 你看你把家收拾了 地儿找找就收拾出来了 这绿化搞这么好 等夏天 或秋天的时候 我再来给大家分享看看他家 他这份那个 辛苦的付出 那有多少回报 这就是典型的东北啊 农村大院 像他收拾这么这么厘数的也不多 把家呀收拾成这样 这附属的辛苦啊 手是啥呀 这附属多少的辛苦 这老大姐还单身一个人 太不容易了 我们东北啊 这这种大院也不多了 现在不断的在拆先上楼 东北春耕啊 现在已经开始了 刚下完一场雨 这场雨啊来的太时候了 这都说春雨贵入游 这真是这场雨不下 这个地已经难中了 地太汗了 现在地下透了 这正是好释放 今年呢 多种秋天收获 希望今年有个好收场 好 今天这个农村大院这块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希望大家喜欢 好 咱们下期再见